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北宋末年 有一位名画家叫赵广 他的右手大拇指缺了一大截 只能用左手画画 但他画的马雄剑奔放行神兼备 人们称他为断指画家 赵广出生在安徽的一个穷苦人家 从小就在文明的大画家李宗盛家 当一名小书童 赵广看着看着就入了谜 赵广的手 赵广的手模仿着李宗的动作比划着 他真是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 你很喜欢画画 来画一幅画给我瞧瞧怎么样 看不出来你小小年纪画得还真不错了 你这样好学又天天在我身边 干脆我收你做个徒弟怎么样 太好了 恩师 快起来 起来 学会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为了下功夫 勤学苦练 还得具备高尚的品德 赵广不仅认真的跟理工学画 还十分敬重老师的品行 经过几年不懈的努力 终于成了一位品学兼优的少年画家 不久金兵大举入侵 来人 赵广不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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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陪老子珍酒 愁眉苦脸的干什么 给老子笑一笑 你撂了 真是美若天仙 何不把你们都画下来了 来人 给我找一个画画的来 是 本将军要你画几张人像 画得好 重重有赏 赵广抬头看去 只见这三个女子衣着华丽 但个个愁眉苦脸 赵广心想 他们一定是金兵掠夺的民间女子 在军营里遭人欺辱吃尽了土 想到金兵犯下的种种罪行 赵广不禁命获重上 我不会画 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什么 哪有画家不会画画的道理 老子生气起来有你好看的 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 你到底画还是不画 不画 不画 好 你竟敢抗拒 要想保住你的手 就乖乖的替我画 不然 做人要赌武器 要有高尚的品德 就是把我砍了 我也不画 砍 滚 给我滚 赵广失去了拇指 但没有放弃画画 而是改用左手作画 经过常年累月的努力 画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他的不屈不挠的高尚品德 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心里有很多年纪 我会看到 我心里有十分的 但我会看到 这些人 是可不见 我才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